这次地震也造成很多民众因为受伤住院治疗 市长魏嘉燕和县议员魏嘉贤特别前往医院来探视伤患 魏嘉贤他还以爱花莲基金会董事长名义制证了魏问金 希望大家可以早日康复 花莲强症造成许多民众因为伤住院治疗 市长魏嘉燕以及县议员魏嘉贤前往医院探视伤患 魏议员以爱花莲基金会董事长名义制证魏问金 亲自将魏问金交到他们手中并且了解商势 在这边也去探望了我们的一些变化 也跟着我们的嘉贤议员明天明天的来给他办法认清 在此也祝福我们所有的在这次地震顺伤的市民朋友们 希望你们一切早日康复 我们跟基金会的董事和一些军团者来做相关的联系 那非常多的朋友愿意将这些爱心来给这些受伤的一个 我们乡亲同的伴好 国军华联总医院的少将院长吴胜棠 以及花莲医院院长林彦雄 也陪伴卫市长以及卫议员探视收治在院中的伤患 并表示因为这一次零四零三地震 许多医院启动了大量伤患事件的应对措施 爱花莲基金会董事长同时也是议员的魏家贤表示 这次代表基金会前来探视因地震受伤的朋友 用一点点心意祝福他们能够早日康复 也提醒目前还是有不断有余症的情形发生 请留意家中高处的物品最好能够将其加固 以侧安全 记者许立琴花莲市采访报道